今天我们继续来当接盘侠 跟以往不同的是 今天这块盘要恢复的资料是有点特殊的 它里面装的是数据库 并且要求恢复完成以后 这个数据库要正常运行 上下那边跟我说 这块盘是短路的 并且它的颗粒也被干过 像这种被干过颗粒的 我自己感觉希望不大 但为了不让同行那边失望 我还是决定先抢救一下 给它通电看一下电流 卧槽 这个盘上电是直接短路的 还可以听到这个电流的消叫声 刚才我仔细看了一眼 这个颗粒它居然被焊到界线以外的地方了 这个是BGA132封装的颗粒 如果它是正常倒车入库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上下两排焊点的 而这里只看到了一排 就拿下面这个没有焊接颗粒的焊盘 来大致说明一下吧 上面这一根线是BGA152的停车位 而下面这一根线是BGA132的 从右边这里看 颗粒也是明显没有接触好的 我们拿个放大镜来观察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对焦可能有点模糊 我估计上上加的判断是颗粒挂了 然后就随便把这两个颗粒贴了回去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停错位置的这两台车子 给它挪开 主板目前上电已经不会短路了 顺带给它清理了一下焊盘 那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两个颗粒 毕竟它们之前是装错位置的 我有理由怀疑这两个颗粒可能会被烧毁 现在我们上级给它单独检测一下 好的第一片颗粒 容量检测没有问题 换下一片 第二片也成功检测出来了 我也没搞懂第一家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干颗粒 正常这种没有短路的硬盘 是不需要拆颗粒的 132的车子停到152的车位上 颗粒没有被打死 已经算是走运了 现在我们再把颗粒停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下两排焊点了 并且它上电也不会短路 但是电流会卡在0.2这里不动 有可能这个硬盘是掉固件导致的 果然上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这块盘肯定是包掉固件了 掉固件的盘干颗粒是没有用的 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用设备给它重建一下翻译器 刚才我尝试重建了一下 这里一直在报错 然后我又检测了一下这个颗粒ID 颗粒干上去以后 它居然只能识别出一个ID 我不知道这个是它的原始故障 还是之前颗粒短路以后造成的二次故障 现在只能继续给它更换一下主控了 主控我已经给它重新干上去了 这个是刚才检测的结果 我们来重新连击 然后刷新再看一下 两个ID已经成功识别出来了 这就证明它原来的这个主控也跟着一起挂了 翻译器我刚才已经给它创建好了 这个是系统分区 很显然里面是少了文件的 因为我在展开这个目录的时候 上面就报了一堆错误 数据库能不能保得住 还得把整个硬盘的数据给它读出来 逐步分析 第一块盘的数据正在读取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二修盘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问 你这边咋这么多二修盘 这还得感谢大家 以及那些我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同行赏饭吃 如果能在当地解决的硬盘 就不能称作是二修或者三修了 硬盘的主控方案是9082的主控 然后这个颗粒肯定是黑片了 但是看到颗粒上面有一个H开头的标识 一般都是指海力式的颗粒 颗粒还有主控都是被加焊过的 我们先上机检测一下 我这边短接上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我看了一下 这个电流一上来就直接冲到0.4A了 硬盘肯定是有短路的 我们再给它做一下全身体检 看看有没有可以减漏的地方 发烫最严重的是左下角 左下角这里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 如果后几欧短路电源转换芯片发烫也是正常的 我们拿一个主板把它给挡住 发烫第二严重的是主控这一边 这个主控 另外 好像颗粒也在发烫啊 这四个颗粒 全部都是红通通的 这还怎么修吗 我们先把这个主控给它扎一下来 主控拆完就不会短路了 我们来测量一下周围的供电能不能正常产生 1.8V是没有问题的 证明这一个转换芯片自身没有坏 3.3V也正常 1.2V也有 看一下后面 后面这里应该没有了 这个是德伊威的YS9082HC主控 虽然我有一样主控的料板 但这一次我就不打算更换这个主板了 免得被大家误解成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更换料板来解决 这样就不好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主控给它移植过来 其实我有点搞不懂 为什么主控要这样斜着设计 现在电流已经成功恢复了 并且主板上的灯也亮了起来 但是颗粒有没有损坏 这个就不好说了 现在我是上级等了有大概一两分钟 才勉强识别出一个未出史化的分区 看样子它的颗粒是度过一截了 之前从热成像上面看到的亮点 应该是原来的主控短路以后 在主板上形成了新的回路导致的 虽然能识别出容量 但并不意味着它能镀结成功 因为它这个颗粒是被焊接过一次的 而且还是海力式 数据能不能存活 我们用这个Windows来检测一下 前面是空白的 往下拉 下面的数据还是可以访问的 不过拉一会儿 这里的硬盘占用率就到了8% 我们直接给它用设备镜像一下吧 本来我以为直接给它做完一个镜像 就能轻松秒杀的 结果我这里做了好几个小时 才勉强读到4点多兆的数据 我这里一共做了有6个多小时吧 并且中间这里还会有不少地方 坐一会就报错的 不用说了 这块盘肯定又翻车了 手术虽然很成功 但是病人没了 数据库这边我已经给它做完了 之前目录上有问题 而且我越往后做就觉得越不对劲 这是因为硬盘的颗粒 它被左右装反了 当时我也是顺着上夹的顺序去安装的 后面我又给它重新交换了一下 这一个是我第一次做的镜像 我们点开0号上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0号上去这里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另一个是我把颗粒交换顺序以后做出来的镜像 0号上去这里是一个分区表 但是做出来也没用 因为中间这里坏块实在是太多了 导致读取出来的数据它不完整 我们随便挑一个数据库来看一下吧 可以看到数据库开头部分 全部都是零零的 下面这里虽然有一些内容 但是没用 这种情况下数据库肯定是无法正常启动的 因为缺少的太多了 这次肯定又白忙活了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找我当接盘侠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再说贵了 因为它消耗的时间比正常的一修盘还要多好几倍 二修盘它就算是修复成功了 里面的资料也不一定能脱离危险期